模型日更看老薇 每月抽獎抽到你 YO 我是老薇 早上起來開個燈啊 烤個麵包啊 買個拿鐵啊 是經過多少畫時代的發明 才有我們今天如此方便的生活呢 對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時候我一口氣看完的漫畫 現在也有出動畫的 Darter Stone 這個七月呢 真是有看不完的動畫 其中一部 一開始就非常的吸引我 以下的畫面呢 會有些劇透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動畫的前三集 會有點FU以後呢 就會了解說這個設定 我們現在每天滑手機 都可以看到最新的科技新聞 什麼AI人工智慧 大數據分析 火箭可以回收 如果現在最優秀的科學家 回到了石器時代 在多快的時間 能夠擁有21世紀 這些發明的種種呢 如果是我回到石器時代 估計我連專木取火都不會 可能也不知道怎麼分辨 哪個香菇有毒 跑也跑不贏那些猛獸 估計沒多久就掛了 Darter Stone 就是這樣的故事背景之下展開的 就在21世紀呢 大家都活得很開心的時候呢 突然有一天 一個綠光照進了全世界 耶 全世界的人類都石化了 經過了好幾千年 真的是好幾千年啊 地球都變得跟叢林一樣了 第一個從石化蘇醒的人類 當然就是主角啦 石神千空 我們簡稱他叫石神 當然一定要有人蘇醒啊 要不然就感覺在看 Discovery紀錄片嘛對不對 接下來總會有幾個男主角 幾個女主角 這樣故事才進行的下去嘛 實際上石神 陸續找到了解開石化的方法 解救了他的好友啊 大樹啊 最強靈長類高中生 獅子王獅 獅子王獅呢 算是目前漫畫 我看的出唯一的反派 說他是反派呢 其實也不太對 原因是因為身處於3700年後的地球啊 對於那個現狀 每個人中有每個人的想法嘛 那能力強的人 總會有不同的想法 你看看美國隊長3打成這樣 就是因為理念不同嘛 由於呢 大家理念不同 又打不贏獅子王 所以只好跑 逃 逃過了獅子王的追趕呢 假死躲到了一個3700年後的人類的村莊 石神呢 就運用他的科技大腦 好好讓石器時代進化變成我們今天的科技現代吧 村莊不讓外人進入 尤其在這個時代 還有外人 這些原始人覺得特別的神奇 就這樣 石神透過母獅子知道他姊姊病重 要做出特效藥給他吃 但是我們像我們現在去買 藥房買藥這麼簡單啊 拿出新台幣就可以買了 但是要做出來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不要忘記 這個是一個只有時候的時代啊 真的覺得看這個漫畫 真的是可以很快速的瞭解人類進步的歷史 從漫畫到這邊就開始加速 我也真的瞭解說 哇原來藥啊 是經過這麼多種發明之後 才誕生的一個產品 沒有前面的1234 哪有後面的5678 也就是說在尋找製作 開始前面的1234 那錄了開始一起合作 從不相信到生性主角的威能 開始分工合作 那漫畫當然畫很快啦 因為畢竟主角本身什麼都懂 真的是超強的 進度的流程也非常快 畫風也非常的可愛 也是需要經過幾次的失敗 才能快速突破 有了科技進展 但是你想想 在真實的人類 這是經過幾次 有可能是幾百次 幾千次的嘗試 而且有時候這種嘗試 還不是經過幾年的 有可能是經過幾百年的 甚至幾千年的 因為沒有前面的科技的技術 所以沒辦法演進到 下一輪的科技進步 從搭自然炒 材料啊 加工啊 組裝 測試失敗 然後再找材料 再加工 再組裝 再失敗 這樣反覆的過程 真的是要有無比的執著 才有可能接近成功啊 看著我真是感動的 不要不要的 簡直就是一個 縮小版的人類進化石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 真的是非常幸福 我們已經站在 各種巨人的肩膀之上了 而且現在什麼知識 只要Google一下 就會有了 最後呢 要還是做出來了 然後也收集好同伴了 就準備跟反派搭幹一場了 畢竟這樣才有高潮嘛 看到這邊 你就應該會很想去看 這部漫畫了 這部漫畫呢 真的是非常激勵的漫畫 我們可以從石神的眼中 綻放出光芒 相信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 真的很值得每個人 好好的去看一下 你會更熱愛現在的生活 也會更珍惜得來不易的一切 快去看 超推的